当然你也可以学这三部经 为什么呢 第一 普门品是华言法华会上 佛菩萨会护念你 你念普门品 法华会上会护持你 像我学佛第一部经 正式念也是普门品 第二个 你念观世音菩萨 耳根源通商 愣言会上 佛菩萨会护持你 尤其是愣言会上的愣言神咒 以及慧基金刚 所有的大菩萨都会护念你 第三 假如你读华言经 观世在章 华言会上佛菩萨会也会护念你 所以可见他过去跟古观音如来学过 所以他被古观音如来授记说 你将来行菩萨道叫观世音菩萨 观世在菩萨 成佛叫做正法明如来 大家拜大悲战都很熟 接下来再看 利他来说 昨天讲自利跟利他 差别在哪里 假如观音菩萨的雕像是做的 代表禅定为主 三昧为主是自利 假如是站起来 代表利他 大悲心为主 因为你站起来才能给人家东西 所以在雕像上 它会有不同的差别 各位大家都知道 普门品 请看经文十五页第五行 我直接翻译 善男子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身心 身口意 都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恼 怎么办呢 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要一心称名 把一心称名画起来 普门品里面并没有叫你观想 它这里只要你一心称名 你就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大悲观音菩萨 也可以 还有念 那么大死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也可以 但临终的时候 可能没有这么多气吧 你就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或观音菩萨 或观世音菩萨 都可以 最短的是 观音菩萨四个字 你就一直念 一直念 一直念 你所有的灾难 当彼时 观世音菩萨 像千江油水 千江月 一定听得到你的声音 观到你所有的音源 因为你声音 注意 观你的音声 所以这时候呢 你出声越大声越好 不过不用吓到别人 就是了 一定要一心称民 尤其在紧急苦难的时候 这样的话 观音菩萨的功德力加持你 立刻就得到解脱 好 我做一个调查 你在碰到紧急苦难的时候 举个例子 新加坡比较有福报 没有地震 对不对 我们台湾有地震 台风 我要来之前 还这样 摇了 把我摇醒 半夜两点钟 六点五级地震 没办法 台湾跟日本呢 就是在地震带 讲好听一点 就有Hot Spring 就有温泉 不好听一点 就常常有地震台风 那新加坡连有可能没有 那没有关系 那假如你发生意外 或是被吓到的时候 请问你念什么 我来做个调查 假如在紧张的时候呢 念阿弥陀佛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念观音菩萨的请举手 好 谢谢 念六字大明咒的请举手 好 你们还念什么 没有念的请举手 这个很重要 真的 师父不是开玩笑 没有念的请举手 你不到紧急苦难的时候 你念什么 你说师父 我通通念都来不及了 对 这表示你在惊吓当中 你的定力不够 注意听 我有时候会念阿弥陀佛 尤其看到人往生的时候 我自己也会念阿弥陀佛 但是我在做梦的时候 假如梦境是恐怖不安 或众生受苦的时候 我会念 这代表什么 心不同的时候 代表你的境界不一样 但是你要训练你一个 注意听 不管念阿弥陀佛也可以 念观音菩萨也可以 念六字大明咒也可以 但我想你恐怖的时候 大概念不太起 因为还没有念完呢 恐怖就害到你了吧 所以中国古来的祖师 有说了一段话 注意听 平常 诵经 在临终的时候 跟紧急苦难的时候 平常诵经跟念咒都很好 读经比不上读咒 读咒不比不上念佛 它是在紧急苦难的时候 所以你要训练自己 注意听 你要训练自己 在紧急苦难的时候 可以蹦出一句佛号 你才会得到解脱 若还做不到这样的话 那要放声大哭 好好忏悔 表示你的心 真的有一点乱 拜观世音菩萨 加持我 你肯认真羞耻 你下次还会念出 那有人先修西藏佛教 刚才像这样 西藏佛教 有人拜大宝法王 大宝法王 我们念他的座号叫 干嘛八千诺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一看到东西 太好了 蛋糕 干嘛八千诺 看到你很高兴 你今天长棒了 干嘛八千诺 你肥了 然后看到紧急苦难 干嘛八千诺 很好 他也意念上师的功德 在第八诗 干嘛八千诺 注意听 他曾经发愿 若有众生 受够干嘛八千诺 的灌顶 灵命中 不用念十声 念一声 干嘛八千诺 就去极乐净土了 那是他的大悲愿令 不过你现在没办法 因为你没有受过这个教法 所以我觉得呢 你应该训练 阿弥陀佛 你也可以念 阿弥陀佛的咒语 叫 オンアミデワシェ 假如你有学过的话 你也可以念观音菩萨 也可以念六字大明咒 所以你要训练自己 在紧急苦难的时候 要一心称比赢 这是很重要 请看 日本奈良东大寺 有两三层楼这么高的 大悲观世音菩萨 他这个造像呢 我今天会讲的佛教造像 那这是按照中国唐朝的 那中间呢 有一个阿弥陀佛 两三层楼这么高 非常非常庄严 所以如果有机会 去日本东京 东大的寺的时候 请不要忘了 要去拜阿弥陀佛 跟观世音菩萨 不要只是重视呢 去日本吃完苏喜就回来了 接下来再看玄庄大师 玄庄大师挺好 他专心发愿求生 弥勒内愿 他发愿生生世世 作为弥勒菩萨的弟子 当然他对弥勒菩萨 也非常恭敬 但他自己主修是观音法门 为什么 慈心三昧跟悲心三昧 是一体的 看我的手 慈心三昧 悲心三昧是一体的 慈心三昧 做代表的是弥勒菩萨 悲心三昧的代表 是大悲观世音菩萨 注意这两个菩萨是无我 不会吃醋 也不会吵架 说你今天念他 怎么不念我 这叫以凡夫心 解释圣人的智慧 这样不好 那玄庄大师 去西天启军的时候 当然在唐山藏的故事里 讲得很精彩 事实上他是一个人去的 没有伴侣 也没有孙悟空 也没有沙无尽 抱歉 当然可能有天龙八部吧 但他一个人去的时候 他碰到了很多困难 他有一次到呢 到了克什米尔的时候 遇到了什么呢 食人竹 现在有个又白又嫩的和尚来了 他们要做祭祀 这时候他们把他绑起来 绑起来呢 要祭祀间祷告 这时候呢 玄庄大师呢 就一直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那突然呢 因为玄庄大师 他懂了多国语言 他甚至懂动物的语言 他就用土著跟他讲 诶 我是和尚 你宰我不太好 你们要祭祀 你可不可以给我三分钟一下下 我做个祈祷吗 然后你们在那做我的祭祀 可以吗 那那个酋长呢 想一想 好吧 那就给你三分钟 结果你知道吗 他一和掌 他是被绑住的 他就心中和掌 然后他开始念什么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音自在菩萨行身 般若波罗蜜多时 他念梵文 这时候 山河大地 狂风暴雨 所有的绳子就断掉了 哇 那个土著吓到说 糟糕了 这一定是佛菩萨来的 就赶快给他顶礼 观音菩萨救了他 所以 玄壮大师 一辈子都主修 观音法门 念心经 以及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而得到的 很多 逢凶化级的这个结果 接下来介绍看一下 Welcome to Taiwan If you have a chance 南投日月坛 玄光寺 有玄壮大师的 头盖骨设立 你们到台湾 不要总是去101吧 也要去顶礼一下 玄壮大师的设立 这是真的 我亲自顶礼过 那中日战争的时候 日本人 得到了这个 玄壮大师的头盖骨 后来 中国 台湾跟日本 佛教界 文化交流 为了感谢 台湾佛弟子 以及 忏悔过 日本人做过 南京大屠杀 中日战争 日本佛教界非常友善 送了一块 玄壮大师的 头盖骨设立 是真的 现在供在台湾 所以 当时 蒋中正先生 还亲自开光 所以 然后呢 这个呢 后来 建在 这个日月坛 这是玄壮大师的 头盖骨 好 接下来 请看第十五页 第七行 菩萨的缘起 菩萨讲有过去 现在 未来 事实上是对方便说 因为我们凡夫里有过去 现在 未来 时空的分别 就像今天是七月二十四号 七月二十三 就是昨天了 那明天呢 七月二十五 我们都生活在 世俗地的世界里 所以一定有过去 现在 未来 同样以这个例子而说 观音菩萨也有视线 过去 现在 未来 文殊菩萨 也有视线 举一个例子 文殊菩萨 过去叫 龙肿上尊王佛 在八十八佛 参诡文里面 现在 文殊菩萨 也是现在 北方 南摩 欢喜藏 摩尼 宝基佛 是文殊菩萨 未来 文殊菩萨 也会成佛 叫做 普观如来 很奇怪 我这三名名字 一念 我一辈子都 一辈子记得 所以我讲 文殊菩萨 可能也有一点 加持 所以因此 我这一段 要跟你介绍 过去 现在 未来 代表 观音菩萨的 大悲愿心 通三世 请看 观灯片 这是我在印度 菩提家爷的 拍的照 这个呢 是属于 西元 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的 印度雕像 也可以属于 所谓的 因为印度美术呢 有它印度美术的分歧 这个呢 也可以算是 印度建陀罗时代的 造像 所以你会看到 现在的佛像 跟以前的佛像 有很大的差距 那各位看到 这是三尊佛 猜猜看 中间是 释迦牟尼佛 我先猜了 右手边 这尊是谁呢 阿弥陀佛 对不起 巴布巴布 打错 还有呢 过去佛 谁 想想看 跟释迦牟尼佛有关的 你们读过啊 在金刚经 有出现啊 谁 对不起 我听不到 对 右手边 是燃灯佛 新加坡很少看到 燃灯佛的造像吧 因为燃灯佛 是在 释迦牟尼佛 深深是发愿 修道 一个阿森奇节 第一个 为他授记 以将来 无量节会成佛 号曰 释迦如来 在五卓二世 有正法 相法 末法 所以 燃灯佛 先为他授记 好 右边 燃灯佛 中间 释迦牟尼佛 左边呢 猜猜看 是谁 没关系嘛 猜嘛 今天师父 猜错也没关系啊 我没有说猜错 你就要留在 静明佛学院啊 未来是谁 答对了 弥勒菩萨 所以注意听 在印度里面 没有一个人 不修弥勒法门的 这代表 三世诸佛 接下来再看 我在尼泊尔 藏传佛教 过去燃灯佛 同流经的 非常庄严吧 所以藏传佛教 对于三宝跟上师啊 是非常非常的恭敬 穷尽所有的财产 是同度经的 那你怎么知道 他燃灯佛呢 头顶上有一个摄立塔 因为燃灯佛 深深是 是造摄立塔 依造塔而修成 就是修摄立塔 是燃灯佛修行的 主要一个法门 像法华经理 多宝如来 就是专讲法华经 还有多宝佛塔 再看中间 现在佛 释迦摩尼佛 中间的祥摩印 拿一个黑色的波 接下来再看 未来的弥勒佛 你会看到 弥勒菩萨跟释迦摩尼佛 长得一样 代表他们功德一样圆满 所以这叫三世佛 那现在来看一下 观世音菩萨 以过去现在未来 如何显现呢 请看十五页第八行 过去在大悲心 陀罗尼经 跟观音三昧经说 释迦摩尼佛 早就已经成佛 叫做正法明如来 请做一个记号 只有佛才可以为人家受祭 所以你在后面呢 第二卷或第三卷的 大乘庄严宝王经 会看到 观世音菩萨 为一个阿修罗 阿修罗很凶啊 阿修罗战神啊 为他受祭 你将来会成佛 注意听 菩萨是不可以 帮人家受祭的 只有佛才可以受祭 因为佛 他八项功德圆满 可是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在经文里面 他可以为人受祭呢 因为他过去早就成佛了 叫正法明如来 释迦摩尼佛 在阴地里的时候 曾经也拜观世音菩萨 修大悲观音法门 所以他是 曾经做他苦行的弟子 第二个 现在佛 当释迦摩尼佛 成佛的时候 观音菩萨 也在他方视线而成佛 第三 你可能在大政杖里面 观音世智受祭经里面说 西方极乐世界 有一次经过 无量节 无量节 当跟阿弥陀佛 所有的原众生 入境以后 上半夜 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入涅槃 下半夜 就是中午 以中午来翻 上半夜 阿弥陀佛入涅槃 就像退位一样 向主席结束他的位置 下半夜 观世音菩萨 就视线成佛 叫普光功德 三王如来 这个名号 请做个记号 我学佛 25年 这个名号 我背一字 我就记得了 很奇怪 大概我在想 我要一直跟观世音菩萨 一直度众生 度这么久 那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差别呢 注意听 事实上 佛成佛的时候 是不生不灭 无来也无去的 那未来 观世音 观音世事寿基金里面 这讲是什么 是对到了极乐世界 终下根性的人 假如他是念阿弥陀佛 去极乐世界的人 注意听 你会永远看到 是阿弥陀佛都成佛 假如你是念观音菩萨 去的人呢 你总会希望 奇怪啊 我的老师怎么还不做佛呢 因为你有这样的分别 所以你会见到 阿弥陀佛入涅槃 下半月观世音菩萨成佛 那在佛经里面说 观音菩萨的功德力 是比阿弥陀佛还广大无边的 所以他度的众生呢 更广大无边 的的确确 因为现在人 有很多人 也不喜欢念阿弥陀佛 反而喜欢念观世音菩萨 举一个字 我的妈妈不动名王 就是这样 对啊 你叫他念阿弥陀佛了 他会说 你希望我赶快去极乐净土 希望赶快翘辫子 他不知道念阿弥陀佛 是无量观无量寿 他不了解佛法 可是你叫他念观世音菩萨 他会很欢喜 所以表示 众生跟 佛菩萨的缘有生前 当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跟他十方佛国度的众生 都度尽的时候呢 上半夜 观世音菩萨 视线涅槃 下半夜 大视至菩萨而成佛 而且他的功德力 比大倍观世音菩萨更大 好 请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他有这样的功德呢 这张是我三爷经社的大殿 很庄严吧 这是从四川来的 圣十一面观音的雕像 跟牵手牵眼观音菩萨 我现在正式介绍 注意听雕像 他一样是华严经实地 但是呢 我请调这尊佛像的时候 是很庄严 但他没有漆 昨天讲的绿色 白色跟红色 他是全部漆金色的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喜欢金 金代表你的佛性 然后呢 你看他也是有 背后真的一千只手 牵手牵眼 注意一般牵手牵眼 都是站的 但是这个是做的 代表他牵手牵眼的 观音菩萨的功德呢 从是哪里来呢 从圣生的大悲三昧来 当时我们的金色也很小 没有像你们这边这么高 所以刚好呢 就fix 所以 那在张业经社 2004年12月21号 农历是连师10号 那一天呢 正是开光的时候 佛像进入的时候 我做了这一辈子 我最好最好最好的一个梦 对不起 不告诉你 是我的秘密 请看下面 观世音菩萨 刚才讲眷属 他也有眷属圆满 你看 他有他的净土 观音菩萨 他四壁观音 他也有他的净土 他旁边也有两个菩萨 跟连池海会 所以我们怎么判断净土呢 一佛二菩萨 像药师海会 就药师佛 日光菩萨 月光片照菩萨 对不对 所以一佛二菩萨 无量无边的净土 那这些净土 从哪来呢 你多生多节度众生来的 所以佛经说 未成佛前要广结善缘 假如你不结善缘 不度众生 你成佛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 不是挺孤单的吗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 都是多生多节的 看 观音菩萨 这是四壁观音的净土 他前面也有两个大菩萨 所以观世音菩萨 事实上也有他的净土 在西藏里面 净土叫做谭成 谭成是什么呢 事实上谭成是立体的 举一个例子 好像我们中国皇帝 假如你去过北京 有个圆的护城河 或天坛 然后有四方 东西南北四个门 门的以后再来有宫殿 所以假如你坐 Helicopter 在天空直升飞机往下看 这就是佛菩萨的净土 这是四壁观音的谭成 也就是六字大明洲的净土 很庄严 那他上面呢 是他的老师 阿弥陀佛 再看第三 菩萨的功德 请看十五页第十四行 事实上菩萨的功德 有无量无边 我是不可能说尽的 但是我简单地说 请看 观音菩萨 是现在十方佛国土 他的大悲愿心 专门利益我们南瞻部洲的 娑婆世界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跟他特别有缘 所以你会发现 佛教 道教 一贯道 民间宗教 通通都拜观音 不相信你走到 待会给浪试试看 随便问一个印度人 你问他 你知道南无龙肿上尊王佛吗 他一定跟你说 你头脚掉 对不对 你问一个佛教徒 你知道南无欢喜藏 摩尼宝基佛吗 他不一定知道 除非他拜过八十八佛 参 你不要以为很多人都听到 阿弥陀佛跟观音菩萨 很寻常 答案是非常不寻常 那是他的功德力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听到 文书菩萨的名号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听到呢 普贤王如来的名号 为什么大家都会听到 观音菩萨的名号呢 是因为他的大悲心 多生多结度众生的功德力 请看下面 普贤王如来的文书菩萨 普贤王如来的文书菩萨 众生被困恶 无量苦逼生 观音妙致力 能救世间苦 聚足神通力 广修至方便 十方诸国土 无差不现身 请你看十五页的最上面 每一页的寄送 我都是放这个 其实普贤王如来的文书菩萨 有很多寄送 假如你要问我 浓缩成最好的两个对联 就是这个 我简单解释 无量的众生 被很多的 身口意的恶业的 业与烦恼困苦过 无量的痛苦 逼迫他的身口意 观世音菩萨有 微妙的智慧 请把智慧化起来 所以修观音法门 之前要先修智慧 其实观世音菩萨 就包含慈悲跟智慧的一体 能救世间的痛苦 观音菩萨为什么 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呢 比方说 我们就很难度很多众生啊 我们目前所生的空间 只是在人间啊 你能度鬼吗 我第一天就说 你看到蟑螂 你会度他吗 昨天我不是提醒你吗 现在有一个鬼来找你的时候 你会怕他吗 你真的能像观世音菩萨 度他吗 对不对 鬼也有佛性 那现在假如呢 你遇到一个阿修罗王来见你 或是龙王 不要说龙王 蛇来找你 你会度他吗 可是观世音菩萨 都有大悲心 为什么呢 具足神通力 他看到他过去 现在未来 想想我昨天讲的例子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看到蟑螂的时候 会看到他的体相用呢 而我们呢 只啄啄蟑螂 嗯好脏啊 最好赶快远离啊 假如现在呢 你想想看 假如这个蟑螂 会跟你讲话说 Can I kiss you 你会给他亲一下吗 很有趣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在大悲心 大正庄严宝王经里面呢 观世音菩萨 什么都能化现的 广修至方便 所以十方诸国土 无差不现身 所以既然十方诸国 无差土 诸国土无差不现身 那我也可以告诉你真话 观世音菩萨 也现在在兜率天宫 他也在东方要施净土 他也在西方极乐净土 贤劫千佛 无量诸佛出现 他都会再出现的 所以你不用怕 你不用担忧 请看下面 普贤行愿品说 诸佛如来 以大悲心而为本体 因为众生而生起大悲心 因为大悲心而生起菩提心 因菩提心而成等正觉 这里我画了四个框框 在普贤十大院里面 我讲过 在这边我就讲重点 请看下面 在大概七八世纪的时候 佛像从印度传到西藏的时候 早期的佛像画五方佛 是像上面探卡一样 五方佛 东南西北中 一般中间是放皮卢遮纳佛 可是这幅探卡很特别的红色 拿播的是阿弥陀佛 下面 观世音菩萨 是大悲心为本体 因为他的老师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 观世音菩萨 他有四个corner 四个脚 有四臂观音 有绿度母 有白度母 有其他的画线 所以 观音菩萨也代表五方佛的功德 所以代表什么呢 观音法门可以告诉你真话 过去 现在 未来 一切众生要成佛 第一个都要修观音法门 因为他代表诸佛的大悲心 所以 因为诸佛的大悲心 所以你会升起菩提心 会成就无上阿弥陀佛 三秒三菩提 不管是 显教这么修 密教也这么修 听说现在南传 斯里兰卡 他们呢 也开始拜观世音菩萨 再看下面 所以 大悲心为一切佛法的核心 以华言经 善才童子五十三参来说 第一 善才童子五十三参 第一个老师是谁 大智文书 施力菩萨 代表觉悟的心 第二个 他在五十三参当中 五十三除以二 正中间代表二十七 就像一座山一样 大悲心为本体 所以他二十七参 是大悲观音菩萨 叫他交 等一切众生回向 大悲法门 最后一位 普贤王菩萨 是清净心 代表 后德至圆满 相对应来说 文殊势力菩萨 是根本至 根本至也就是说 他起码开悟为出地欢喜地菩萨以后 他才开始参学的 所以他有很深的用意 如果各位要详细听 请你听我讲过的 普贤十大院 那所以请看 下面一张幻灯片 这是One of my favorite 真正的共应该这样共 文书 普贤跟观音 这样的共相听好 是在中国宋朝以后 传到中国大陆 你注意看 我们台湾很少这样共 我在新加坡也很少这样看到 一般会这样共 华言三圣 前面摆观世音菩萨 这样也可以 我听说现在还流行一个叫 娑婆三圣 中间释迦摩尼佛 右边观音 左边地藏菩萨 听起来很有道理 老实讲 我不太鼓励你这样 为什么 因为这没有佛经根据 娑婆三圣从哪里来 佛教文物殿创出来的 供佛像要有经典根据 那这三尊呢 由右到左 代表千波文书 善才童子第一餐 中间千手观音 左边普贤菩萨 他只有两只手 但是后面他那个光 代表法界圆满 对不对 这是以华言经而共的 所以在中国 你要进五台山之前 会经过山西省崇山市 希望你去顶礼 非常的庄严 大概有大殿这么高 非常非常的庄严 所以在中国 华言经坎印录 跟法华经坎印录里面 拜佛菩萨的时候 三尊佛菩萨出现 就像这样 文书 普贤跟观音 三个都会放光来说法 因为有一个连友 也曾经问我说 师父我很喜欢观音法 我现在又听到普贤菩萨 我读普贤行愿品 又听过你讲过 文书时大愿 智慧很重要 那我到底拜哪一个 我说三个都拜嘛 菩萨又不会吃醋 菩萨又更不抢信徒 你怕什么 你也可以发愿 三尊佛菩萨 会一起放光来 加持你的 这个请make the mark 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代表 华言经的第一餐 二十七餐跟五十三餐 请看五台山大显通寺 这个就是唐朝命中的造型 千臂千波 慢书十里菩萨 出自于不空三藏翻译的经典 文书菩萨也有文书时大愿 请你上商业经测的网站 我已经讲过 接下来再看五台山戴罗顶的文书菩萨 你就看到中国的造型 圆圆的 很庄严 很饱满 康熙雍正乾隆 曾经供养过五台山 所以现在五台山有个代罗顶 讲个故事给你听 康熙雍正乾隆 尤其是这三个都是佛门的大护法 尤其是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有一天 他想动个念头 要去五台山朝圣 皇帝出巡吗 皇帝当然是很忙的 对不对 去那三天 第一天到 第二天他就想朝五台山 五台山五个台 像一座山一样 有东台 东南 西 北 中 五尊菩萨 都代表不同的方位 那这时候呢 乾隆皇帝想 这个时候 我没有时间 一个一个拿 他就下令说 你赶快通知吧 我要朝五个台 这时候住持呢 大选通知的方丈就很紧张 皇帝要来朝五台 那可能怎么办 他就在大殿走来走去 突然有个沙咪说 师父你今天有烦恼是吗 他说当然了 念了那么多文书菩萨 一定还是有烦恼的啦 他说师父你烦恼什么 皇帝要来啊 要拜五个山啊 可是他的时间很短 他说要我好好安排 我假如呢 没有满他的愿呢 我就咔嚓啦 那小沙咪说 师父很简单嘛 拜五台山对不对 你把五台山 五个菩萨都搬在一起 给他供 这样就不就好了 哎呀 那个 住持就说 小沙咪你很聪明 就照做 就赶快下令呢 就告诉人啊 五个台呢 五方文书都排来了 然后呢 这时候呢 就见了叫五台山 拜罗鼎 然后康熙 前伦皇帝来就非常非常高兴 因为他一拜呢 五个菩萨都朝圣到了 后来呢 这个小沙咪就做住持了 这就是五方文书的这个来由 很庄严啊 接下来 各位知道这张是哪里吗 哦对 我已经打出来了 对不起 我来考一考你 这个是浙江省 普陀山 伟大的应光大师 所住的法语室 叫毗卢观音 这张非常非常的庄严 我为了找这张照片 我找了一个晚上 我终于找到 我很高兴 我还没有去过 为什么叫毗卢观音呢 也叫九龙观音 毗卢观音是 观世音菩萨戴五方佛的帽子 代表观音菩萨 正如等同五方佛的功德 叫毗卢观音 好 它是照侧面的 各位有看到右手边一个吗 右手一个 猜猜是谁 可能不太清楚是吧 告诉你答案 善才童子 对 那左边呢 龙女菩萨 善才跟龙女 我后面会解释 这是把中国的华严经 跟法华经结合 这只有中国这样 你到印度 是找不到这样的调像的 但是这个庄严 毗卢观音真的很庄严 所以希望各位有机会 去中国大陆 朝普陀山的法语寺的时候 一定要去拜这尊观世音菩萨 听说感应力很大 我看过 阴光大师写的感应录说 这个大殿在古代 现在有没有不知道 我讲的是古代故事 在这个大殿 他们曾经有 五百个人 拜大悲传 就绕佛 五百个人绕 大殿就变大 一千个人 也一千个人能绕佛 绕完了以后 大殿就变原来的样子 这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为什么呢 空间是没有障碍的 所以这是毗鲁观音 代表 观世音菩萨正入等同 五方佛的总集体 接下来看 普贤菩萨 峨眉山万年寺的 明朝万历皇帝 而建的同住 普贤王菩萨 所以你看 中国大殿佛法 是非常非常殊胜的 中国人是很有福报的 接下来再看 经文 十五页 第二十行 普贤行愿品说 若诸菩萨 以大悲水 饶意众生 只能成就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下面请画起来 事故 菩提属于众生 假如没有众生 菩萨不可能成佛 一切的菩萨 都不能成就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请问 功德在哪里 在众生 菩萨为什么 生生世世要 道价慈堂广度众生呢 因为有众生 才会让他 生起大悲心 让他的怨心不断 所以众生 而圆满了菩萨的功德 当然 菩萨也圆满 众生的祈求 所以可见 普贤十大愿 第一个说 礼敬诸佛很重要 过去佛要礼敬 现在佛要礼敬 未来佛也要礼敬 谁是未来佛呢 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爸爸妈妈 就是未来佛 你也要礼敬 所以佛陀说 效仰父母的功德 等同于共佛 接下来再看三点四 普贤行愿品说 以众生心平等固 把平等化起来 平等心很难修 所以当你念六支大明咒 跟大悲神咒 你想要心能够跟观音菩萨 真正能够感应的话 第一个要先修平等心 第二 因为有平等心的 才能要圆满你的 清静大悲心 第三 以大悲心 你就有智慧 随顺众生 然后利益众生 恒顺众生的结果 才能够让一切诸佛的欢喜 叫做成就供养如来 好 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我们在初一十五 或你们拜佛的时候 在寺庙拜参的时候 都会供香花灯果珠 就像后面 有两个 也可以代表福慧两祖尊 四个 四盘也很好 四圣地 六盘代表六度波罗蜜 十盘代表华严精的十元满都好 请问 你供佛 佛菩萨有吃到水果吗 请问 认为佛菩萨没有吃到水果的请举手 没关系 我问一下你的想法 不要害羞 好 那请放下 那佛菩萨没有吃到水果 那你供他干嘛 那你这样就输了 好 请问你认为 你供的时候 佛菩萨也有吃到水果的 请举手 好像你们很害怕举手啊 这边有全程录影 你确定佛菩萨没有啊 没有吃到水果 没有吃到水果 那你怎么升起功德啊 第三 你觉得呢 最后是 师父 信徒吃到水果的请举手 好像大部分都举到这样 第四个答案 你觉得佛菩萨也有吃到水果 我也有吃到水果的请举手 有人很聪明 这样偷偷地看一看 答案是第四个 为什么 听好 佛菩萨他有意念 佛菩萨吃水果 是以你的意念化现供养 佛菩萨真的有吃到 你说师父你确定吗 当然有经文 看这里 则能成就供养如来 我们常说说 我们要供佛让佛 诸佛欢喜 其实诸佛怎么欢喜 你的虔诚恭敬 他会生欢喜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老师好了 老师在学校教学生 突然有一天老师生日了 小朋友很高兴 Happy Birthday 老师我们谢给你 老师呢 很多老师都很高兴 对不对 心里真的很高兴 他嘴巴会讲 假假的 不用啦 不用啦 你只要好好读书啦 我就很高兴啦 对不对 真的没给他嘎骗的时候 他还是 嗯 对不对 爸爸妈妈也是这样 爸爸妈妈好不容易呢 对不对 养儿育你啊 那养儿育你呢 对不对 孩子想到了爸爸妈妈的生日啊 对不对 他一定很高兴啊 不管有表现跟没有表现 那你要买东西的时候呢 妈妈一定说 不用客气啊 不用客气 下次你真的没有发红包的时候 他会问你 红包在哪里啊 是不是 从老师 从父母这个例子来讲 其实 你恭敬他的心意 他是可以说得到的 至于你用什么东西 那是表真 听好 大悲观音菩萨 真正接受到你的供养 这样你才会广积功德 才叫广修供养 普美平不是说吗 若有人一个人礼拜 供养60亿 62亿横河沙菩萨的功德 不如供养 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为什么菩萨可以接受你供养 因为他有自信的功德 所以换句话说 你有拜观世音菩萨 跟没有拜观世音菩萨 功德是不一样的 你不要说 哎呀师父 一切唯心造 不用讲 你的心还没有到 这么广大的功德 你在事项上有修 你是会升起功德的 那再看 在普美平里面 对不对 而是无敬意菩萨起来 要供养真珠金银宝络 供养观世音菩萨 结果观世音菩萨怎么回答 我不用 对不对 他拒绝 谁劝他呢 释迦摩尼佛 观世音菩萨 你应该接受众生的供养 让他广修供养功德 再注意听 观世音菩萨拿到以后呢 他有没有说 嗯 这个珍珠很漂亮 我带上去 没有 观世音菩萨满身都是音乐 结果呢 他分成两份 一份供养谁 释迦摩尼佛 本师 另外一份供养谁 多宝塔 多宝塔 多宝如来 所以你看 他接受众生的供养 众生累积了以后 就把财供养 转变为 无为的 法供养 所以 佛菩萨是真正 接受到你的功德 当然 法会结束以后 你们还是有吃到水果了 这个我就不用说了 所以 诚心很重要 接下来再看三点五 对不起 今天让我讲一个段落 我想问题呢 让我明天回答 好不好 没关系 不要急 请看三点五 菩萨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简单的说 有三类 第一 普门视线 请看十五页 第二十七行 第一 无量寿经里面说 此二菩萨 也就是观音跟世智 在娑婆世界 修菩萨行 也就是说 观世音菩萨过去 跟我们一样 是人道的众生 无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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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成活之间 他出发心 他的确在我们 娑婆世界 修行过 后来他发愿 往生极乐世界 他生生世世 发愿跟阿弥陀佛学 所以当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 这观音跟世智 就成为西方世界 两位的后补佛 同时 他有功德力 请翻到第十六页 想要到十方 无量的佛国徒 观音菩萨 只要动个念头 就能到 他现在呢 是居住在极乐世界 做广大的利益 所以当人家问你 观音菩萨住哪里 要看你怎么回答 我昨天说笑话 我曾经问一个小朋友 观音菩萨住哪里 他住我家里 对啊 因为他家共观 神音菩萨嘛 没有错啊 你不能说他错 但是呢 以西方三圣 无量寿经的角度 观音菩萨 现在住在极乐世界 但是十方佛国土 他都能到 所以第二 普门品说 刚才我念过 具足神通力 广修至方便 十方诸国土 无差不现身 请看幻灯片 所以莲池海会 佛菩萨 中间 阿弥陀佛 注意这张 阿弥陀佛的袈裟 是红色的 这个是在中国 宋元明以后 受藏传佛教影响 部分藏传佛教 跟险教融合以后 画的阿弥陀佛 是红色的 你不要认为他画错 因为我说过 藏传的阿弥陀佛 是红色的 右边是大悲观 信音菩萨 我没有局部的照片 假如你有看到 观音菩萨 是留胡子的 大丈夫像 待会我会考虑一个问题 请问观音菩萨 是男生还是女生 小心你 待会不要举错手 我会问你 想一想 第二 观音菩萨 西方三圣 也是跟阿弥陀佛 一起来临终皆宜 所以你现在看到 这张图片的左手边 我们看的左手边 阿弥陀佛的右手边 中间拿一个莲花的 那是大势智菩萨 我们莲花的 中间有一个莲花空的 前面的第一个菩萨 就是观音菩萨 那你会说师父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观音菩萨的头顶 有一尊小的阿弥陀佛 左边拿莲花的是 大势智菩萨 它头上有一个宝瓶 所以观音菩萨的愿力 跟阿弥陀佛一样 每一分秒一秒 接引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 所以西方三圣是很忙的 再看日本的国宝 三月阿弥陀 观世音菩萨可以寻生救苦 刹那之间你念它的名号 它的功德力可以穿过山 没有任何的障碍 这个叫三月阿弥陀 注意这张我在四十八大院有讲过 只有日本特别有这样的造像 你在台湾 香港 新加坡也没有人看过 为什么呢 它是以阿弥陀佛比佛光明无量 无所障碍 造十方国 无所障碍是表示它山都可以穿越 所以叫三月阿弥陀 接下来看第二类 寻生救苦 请看讲义十四页 第五行 请看 一 无量寿经说 世间善男子善女人 当你有极难恐怖的时候 但至一心一意的闺命 观世音菩萨 没有一个人不得到解脱的 接下来 普门品说 众生被困恶 刚才念过 无量苦逼生 观音妙之力 能救世间苦 所以在我们社会 全世界 这么复杂 经济风暴 这么多的忧郁症 所以我觉得 每一个人都应该念 观世音菩萨 虽然我们现在 在座的各位联友 相信大部分都很有福报 可是我们还是会愿做 很多的障碍 或许你学佛 或许你的亲朋好友 都遇到很多苦难 劝他念观音菩萨 劝他念六字道明咒 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怨心 一定会满他的怨的 在这里 再看西应激说法 普门品说 应以合身得度者 既献合身而畏说法 对不对 好 我公开讲一个 我真实我家的故事告诉你 观音菩萨就救过我弟弟 救过我们的家人 我今年出家二十一年了 很惭愧 越来越老了 对呀 我们每天都很老啊 对不对 那我出家二十一年 大概二十三年前 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呢 因为想跟着师父出家 所以我就在家居室 白天去上课 小学老师 晚上回来 我就听我的师父讲经 所以我故意呢 就住在我们佛堂附近 就像你们的公寓吧 你们这边叫政府主屋 我们台湾叫公寓 那时候除了听经之外 我每天也很认真的读 金刚经 地藏经 还有普门品 我求观音跟地藏菩萨 两位菩萨一起求 让我出家 有一天我上完班回来 晚上做完功课 十一点多 我妈妈突然打紧急电话来 她叫着我的熟迷 昆红啊 昆红啊 快不行了 她放声大哭 我说妈妈你哭什么 她说弟弟发生车祸了 现在在加护病房 我说你不要哭 不要哭 慢慢讲 哭没有用 她就夸哭哭哭 我说你不要哭 你讲给我听 她就讲 发生了车祸 骑了摩托车 被撞了 手可能会断了 整个脑是昏迷的 现在在加护病房 天啊 半夜十二点 打电话给我 那时候我怎么办 我说你不要急 你一个妹妹 就在病床旁边 开始念 大悲观世音菩萨 开始念 你不管 你现在哭也没有 哭死了 浪费你的能量 也不一定 她说医生说 今天呢 如果过不了危险期 明天就火不了 我说你不要想这么多 求观世音菩萨 我说待会有问题 你再打电话给我 半个小时以后 为什么 你挂完电话 我也放声大哭 当然我也是有情众生 但我哭完以后呢 赶快先点香 然后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开始念 大悲神咒 我真的很虔诚的念 我就观想 观世音菩萨 放光照在医院 我弟弟就躺在面前 然后就开始念 普门品 我就一直念 观音圣号 观音圣号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那时候我是专念 观音圣号 那时候我还没有 专念六支大名咒 可是我很虔诚的 念了七遍 大悲神咒 念了一件普门品 然后再念观音圣号 大概用功了半个小时以后 电话突然醒 我妈妈跟我讲 医生说不可思议 危险期过了 我说对 因为我刚刚回向晚 真的 这是真实的故事 我不是要炫耀说 新红师修得很好 而是告诉你 佛经讲的是真的 你要相信 你要去做 那你会不会说 师父你刚刚念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看到空性 我哭都来不及了 但是我相信 观音圣号 真正在我面前 因为我念得真的很真诚 不瞒各位说 我也是泪流满面地念 我只是哭了半个小时 但是我很清静地 真的把大悲咒 七遍给念完 然后念普门品 然后一直念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 因为观世音菩萨 曾经发愿嘛 所有的众生 能救世间苦啊 对不对 所以 但是你要平常练习 不然你平常没有念大悲咒 真正紧自己不悍 说婆婆说婆婆说婆婆 都把你念错了 是不是 所以平时不烧香啊 临时很难抱佛脚的 你要平时用功啊 对不对 后来呢 我妈妈 真的后来我的弟弟 真的昏迷以后 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医生本来跟我讲 后来第二天我赶到医院 他就跟我讲 他真的本来没有救的 手受伤嘛 后来那手就接回去 然后对不对 我弟弟现在还活着 所以我们全家人 真的很相信观音菩萨 我们真正呢 可以感受到 观音菩萨的大悲怨心啊 他从来不舍弃众生 但是现在有个重点 你在紧急苦难的时候 你念得出来吗 这要平常练习 所以各位联友 不要一直跟师父呢 要discount discount discount的 做功课 没有discount的 都用功 绝对对你自己有好处的 好 接下来再看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威光第一 因为他随时都放光 这是日本的国宝 也是三月阿弥陀 所以他从来不舍弃一切的众生的 接下来再看菩萨的大悲怨 好 在讲菩萨的大悲怨之前呢 先看一下幻灯片 讲义没有 要做菩萨 我们拜大悲惨 都前面有一段 观世音菩萨说 请跟我发如是愿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知一切法 我想这十大愿大家都很熟悉 对不对 然后呢 先要发这个愿 然后呢 你才开始念大悲神咒 好 现在有一个重点 为什么要发愿 注意听 叫发愿 不叫送愿 你念过去 嘴巴念 那叫念过去送愿 发愿是代表 要从内心里真正发出来 今天有一个联友跟我说 他很孝顺 他说 师父 我妈妈生病的时候 我帮她做功德 我念地藏经 结果我发愿 我捡我的寿命 让妈妈长寿 我说你很有慈悲心 很有孝心 但是你很没有智慧 不要发这个愿 捡我的寿命 让妈妈长寿 这是孝心 但可能吗 真的你减受 妈妈就会长寿 这样知道 不符合因果 那这样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无量寿 无量寿呢 全世界人分一分呢 那不就大家也都无量寿了吗 所以佛法要有智慧 不要发这个愿 那他突然问我 师父那我愿可不可以改 当然可以改嘛 那佛菩萨会不会惩罚我呢 不会 佛菩萨无我 但是以后不要发这样的愿 你应该发愿 愿我的妈妈 跟一切的众生 都超越自己的业力 与烦恼的障碍 而健康长寿 你不一定要短寿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没有功德力 去极乐净土啊 你留下来要好好用功啊 所以看这里 菩萨要三种因 一 大悲心 Universal Compassion 代表是大悲观音菩萨 第二 Non-dual Wisdom 无二慧 无能所的智 对立的智慧 代表是文殊菩萨 当然观音菩萨也有智慧 我刚才讲 观世音菩萨 形身般若 波罗密多时 他绝对有般若智慧的嘛 第三 要有菩提心 Bodhicitta 英文翻成 The Mightfulness of Enlightenment 当然所有的菩萨 都有菩提心 所以接下来的 菩萨的大愿啊 不是嘴巴念 要心里真正 升起观想的心 怎么观 注意听 这个经文我明天讲 然后我讲一个故事 今天就圆满 因为我觉得 我这么认真准备呢 没有讲到 有一点不太甘心 不好意思 我准备了很多 如意文观音 第一 你发愿的时候 要观想 观世音菩萨 在拜的时候 你就要相信 不管他站着坐着 就在你的面前 头额的前方 有两三层楼这么高 为什么呢 观太小的时候 说 菩萨你也没怎么样啊 观大一点 你会升起 庄严跟殊胜的心 不管你是观 显教的观音 或密教的观音 注意听 你要训练一尊 你常常会 生欢喜心的 因为一切为心造 假如你喜欢 百亿大事 那你就观想 观音菩萨 百亿大事 两三层楼 站在虚空当中 你喜欢 敬明佛学舍 这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那你就观想 千手观音 都可以 这是第一个 前面要观想 佛菩萨 现在虚空 第二 要观想 自己 身体的背后 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不要只观你一个 问题 爸爸妈妈 跟你有缘的 通通都在右边 你最讨厌的 老板 讲你八卦的同事 坏朋友 倒你会的 不让你中马票 通通摆左边 这是传统上观想 没有关系 因为佛法 右边代表正道 观想 观世音菩萨 放光 全部人都跪着 一起合掌 跟你发愿 尤其是没有学佛的 那些朋友 爸爸妈妈 你常常观想 佛菩萨也放光 真的 这就会改他的业力 所以 你必须从心中 生起真正的愿心 这才叫发愿 不是嘴巴念念而已 嘴巴念念的话 录音带也会念 那叫送愿 这是一个 发愿很重要 我讲一个故事 给各位听 佛陀在世的时候 佛陀有八个国王 平坡苏罗王 靖范王等等的 八个国王里面呢 都是佛的大护法 其中有一个皇后 非常非常的虔诚 她跟国王呢 都是佛的圣弟子 护持僧团 也护持佛陀 那这位皇后呢 非常的有善根 她也很想呢 修行 但是她因为皇后嘛 所以当然她的身份 是很尊贵的 有一天她听到佛陀 要传八观摘戒 而且呢 是由佛陀的弟子 阿南尊者 舍利佛尊者 这些圣弟子 来带摘戒 她非常非常的高兴 那她有很多的宫女 其中有一个宫女 特别有善根 也跟她学佛 她就跟她说 走 我们两个去 受八观摘戒吧 太好了 她说 夫人没问题啊 我也很喜欢佛陀啊 我们就去受八观摘戒 结果两个人呢 第一次受八观摘戒 就千里条 她呢 叫呢 仆仁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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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没有想到 在要受戒之前 大家就冠她是皇后啊 为什么 都挂满了金银珠宝 对不对 大家眼睛都看着她啊 然后大家奇怪 哦 她听佛陀讲 八观摘戒了 不能够戴金银珠宝 她就说 通通放下来 她真的很虔诚 就拨下来 然后她就叫侍女 悲女啊 你帮我送回去吧 那悲女呢 夫人这么吩咐 那当然呢 做用人的要听主人的话 她就开始呢 包起来 赶快跑跑跑跑 跑回去呢 又放着 放着呢 她也赶回来 赶着呢 要说八观再见 这时候呢 大家呢 圣弟子又看着这个 皇后 她讲奇怪 我珠宝都脱下来 怎么大家又看着我 哦 原来不可以穿丝绸的衣服 然后她就告仆仁啊 仆仁啊 她还有福报吗 用人很多 她就立开换一个印度的衣服 很漂亮 这时候呢 她就叫 这个 这位宫女呢 赶快又送回去 结果呢 因为皇宫跟奇缘金色 有一段路 她跑来跑去 有点累了 回去的时候啊 她想赶回来的时候呢 借的时候呢 不小心啊 因为灯光啊 她累的同时呢 不小心撞了一头牛 就死了 哎呀 她死的那一刹那之间想 哎呀 我还要想要受八观再借啊 她就断窃了 结果她断窃以后呢 很不可思议 因为她对佛法的虔诚 跟这个怨心啊 她投胎做了斯里兰卡的公主 结果呢 她一生跟妇人一样 做了很多的功德 也送了很多经 也念了很多佛号 可是呢 她很难过的是呢 她没有受到八观再借 可是因为她一生 因为她 阿弥陀佛 没关系 今天有暗示我 麦克风要休息 没问题 让我讲完这个故事 我们就回一下 她呢 后来呢 就想 因为呢 她没有受到八观再借 所以她就投胎了 可是她在断窃那一刹那之间 她发愿说 愿我希望来生 还要受八观再借 结果她一出生的时候 因为她过去是佛教徒 做了很多功德 她竟然做了斯里兰卡的公主了 那 当然很好 Hello 当然很好 你喜欢我吗 没关系 她投胎做公主的时候 她的爸爸非常爱她 妈妈也非常疼她 全家人呢 都给她吃最好的 可是呢 她穿得好 相貌又很庄严 可是她就是不快乐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结果有一天 因为佛法 开始传到 大家知道 南传佛教 传到斯里兰卡 泰国 Kambodian 对不对 大乘佛法 传到中国 日本 韩国 结果当佛法传过去的时候 她有一天 她看到印度来的一个出家人 穿金色的袈裟 在诵经 她突然看到她很高兴 请问你是谁 她说 我叫沙门 她说 你刚才念的经 非常的好听 是什么 她说 我刚才念的呢 是佛陀的祈愿文 请问 这从哪里来 她说 从印度来 她突然高兴的歌 也跳了一声 我知道了 她跑回去跟她讲 爸爸 我知道了 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是因为我要发愿 护持佛法 你是国王 你不是要让我高兴吗 请你派人到印度 请高僧来 斯里兰卡 洪法 你建寺庙 然后呢 利益很多的众生 你的寿命也很长 那因为她的爸爸 很爱这个女儿 当然拗不过她 就的的确确 在斯里兰卡 佛教史上的 第一位公主 就是传播佛法的 所以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 我讲这个 我讲 阿弥陀佛 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 对不起 这次讲之后 你会看到 师父一直偏这个头 为什么 这个是你们的speaker 这个是录到这里面的 这个是没有声音的 所以你会一直看我偏头 我不是读的偏头证 我是希望你听清楚一点 不要接 好 我继续讲 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的 有愿一定会圆满 愿要从内心里真实发 所以当你拜大悲灿 或念大悲咒 乃至于念六字大明咒之前 请先念这一段 很虔诚的观想 大悲观世音菩萨在面前 观想无量的众生 在你的右边 左边跟背后 这样发愿 全部念完 一直念到 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知一切法 一直念到 我若像畜生 自得大智慧 这时候才开始念 Om Ma Ni Be Mi Ho 愿是很重要的 当然假如你有详尽的时间 你要有足够的时间 要修观音的仪轨 各位可以翻开讲义四十三页 为了你们 我从教两千零三年 我有编过一个大悲观音的简轨 透过普贤十大院 从礼敬诸佛 归一发心 翻过四十四页 称赞如来 接下来第四个 发愿持咒 第五个 供登跟持咒 四十五页 第六个持咒 不管你念大悲神咒 或六字大名咒 第七个观想 请做一个记号 华人的弟子里面 很少教你观想 所以我们在禅观的力量 比较差 你要训练 接下来回向 你可以总回向 也可以做个别回向 这是我编最短最短的 听好 这个也是我念完大悲神咒 我编出来的 所以希望你好好的珍惜 好 今天的讲经就讲到这里 我们一起念回向文 请念第八月 极乐世界发愿文 问题呢 明天我再回答 好 请看幻灯片 希望我们这次讲座 希望一切的友情众生 包含所有的幽民界众生 包含有缘无缘 包含过去现在未来 包含你有学佛的家人 跟没有学佛的家人 我们都希望他将来能够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 这张幻灯片就是观想 当灵命中的时候 极乐净土呢 就一刹那就在你面前现前 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 就放光加持你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观想的 极乐净土图 假如你要详细观一张阿弥陀佛的话 我可以给你看 我观的是这张金色的阿弥陀佛 所以这里说明了一个现象 佛是无相的 观音菩萨也没有相 这次呢 因为讲座的关系 我会介绍很多很多的观世音菩萨 希望你自己要选一张菩萨 常常想 这样子呢 也是修禅定的前方辩 因为你常常想 灵命中的时候 佛菩萨一定献一个你熟悉的欢喜相 灵命中时可以见到佛菩萨的形象 就保证你一定涌脱六道轮回 各位老菩萨也不用担心 你说师父我平常很少想啊 不要这样想 你应该练习 就像你过去世的爸爸妈妈 虽然他过去了 你怎么想到他呢 你想到他跟你讲的话 你想到他还留在的照片 所以每一个人都其实有观想的能力 只是你没有常常练习 那当然有一个联友呢 我教了观想以后 他就问我师父 会不会我观的是A 然后灵命中B 然后阿弥陀佛来 你就对不起不是这一张 答案不会 阿弥陀佛有神通 观音菩萨也有大智慧 他一定会放光 观你过去现在未来的种子 会显一个你欢喜的像 接你去极乐净土的 所以你看从印度到中国大乘佛法 一直到台湾到新加坡 所以佛菩萨的形象是非常多的 因为佛本身是无相 好 请看第八页 第五行 我想在座有很多联友都会念 不会念的人 你就慢慢一起念 我们一起念 就节省时间 不要急 不要急的我赶快念 待会出门的时候先踩右脚 还是踩左脚 赶快跑搭上公车 那这样万一阿弥陀佛跟你讲 不用回去 我今天就接你 那你不是吓死了吗 所以把心定下来 发愿回向是很重要的修行方法 好 请合掌 跟我一起念 愿我灵欲命中时 静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我既往生彼陀佛 我既往生彼国已 天受我菩提记 蒙彼如来寿济疑 化身无数百聚之 智力广大遍十方 普立一切众生静 乃至虚空世界静 众生极业烦恼静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旧静恒无尽 我此普贤书甚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逆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伯差 愿经礼佛发愿 修持功德 为师有情 四恩总报 三有其知 法界众生 同源总治 好 提醒你不要忘了 今天到明天 希望你要做功课 就要看二十三页到二十六页 好 今天奖金到这里结束 谢谢各位 明天见 明天见